外方面台东地区相当有名的观光区 也就是在资本的清水公园 这个地方有很多的温泉饭店 但是连人来好雨的冲刷 造成有的饭店倾斜了 还有游客被困在饭店里头 我们请刘慧卿掌握最新的消息 好的主播我们现在呢 透过画面上呢 我们几乎是可以看到这个路基 已经是完全被冲毁的状态 那么这个红色的这一栋呢 就是所谓的温泉饭店 已经出现倾斜的状况了 我们来听居民的说法 大概五点钟的时候 整个马路已经都已经被冲刷掉了 大概晚间大概七八点 就整个店面已经都沦陷了 都已经垮掉了 那今天早上想说来这边看一下 那没想到整个连隔壁的旅馆 7-11跟旅馆都已经倒塌了 好的现在听到这一位民众的说法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他们其实呢 是在昨天下午一直到晚上都是属于连夜来撤离的状态 那么饭店内呢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掌握到的讯息是 还有三百位的游客到现在是还没有疏散的 但是饭店内呢现在是已经是没水没电 甚至呢连部分的通讯设备都已经是完全损毁的 那么根据我们的了解他们该如何来疏散这三百位的旅客呢 他们法上是用绕路的方式就是绕到这个山的后头的方式 以九人座的小巴来做接驳 那么因为这个昨天实在是崩塌的速度太快 所以我们刚刚也听到这个居民的说 居民说呢当昨天在强制驱离的时候呢 他们根本没有办法根本是来不及去抢救任何的财物 那么今天早上呢重新回到这个地方呢 却还是发现说他们完全还是没有办法进去拿他们家里的任何比较贵重的财物 那我们透过画面也可以看到 这个温泉饭店是已经是已经出现紧携的状态了 那么整个路基呢是已经流失 那从这个地方呢是已经封闭不能够进出了 那么以上是我们在资本温泉为您掌握到的情形传给屋内 好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呢出现了有饭店呢 那么因为呢地基被掏空的关系现在倾斜很严重 还有300多位的旅客受困在这个地方